帥哥請問你現在是什麼系的 電機 現在你畢業之後起薪最少要多少 你才願意工作 一年七八十 那很多人說讀這種電機科系 出了一定要去台積電 你的看法是什麼 講了什麼鬼話 現在你是什麼系的 氣管系 台客在有氣管系是不是 很實力耶 台客在有氣管系 你畢業之後希望自己起薪 最少要有多少 你才願意做 三萬 三萬 三萬多了 三萬 這很多很少 什麼意思 可是之前有某企業家說 讀氣管系沒有用啦 不會有人要把企業交給你們管 你的看法是什麼 他也是很實力啊 什麼東西啦 不然他是要怎樣 毒水產的去管企業嗎 還是什麼 現在我喜歡行銷 我就會去往行銷方向鑽研 那你這樣CP值很高耶 我也覺得耶 你跟大企業爭彩一下 我是109年文書處理 金手獎全國第二名 金手獎跟金手指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很多人會誤會 完全沒有關係 就跟我們講一下 你是什麼系 我是氣管系二年級 然後是金手指冠軍 我講一下 考慮一下 歡迎特大企業洽水女 帥哥請問一下是什麼系的 電機 像你畢業之後起薪 最少要多少才願意工作 一年七八十 那很多人說 讀這種電機科系 出了一定要去台積電 你的看法是什麼 講了什麼鬼話 你在台客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 想追台客的女生嗎 只要是女生我都愛 那你的標準是什麼 女生 身材要很好啊 女生 腿要很長嗎 要 呵呵 歡迎女生們以下報名 請問一下你們是什麼科系的 我是英外系的 對我也是英外系 你們兩個可以稍微用英文對話一下 我們聽一下 Hey you look really stupid You too 你們兩位的多養成績 我方便問一下嗎 就是Local 900分 想真的學好英文的朋友 或是學弟妹一些建議 多看一點電影吧 你最喜歡的電影是什麼 呃 愛情動作片 愛情 沒有啊 目光之城 最喜歡哪一個橋段 就是在床上結吻的橋段 嘿嘿嘿 因為很浪漫 不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你現在有男朋友啊 泰國人 因為你本身輪廓有點深邃 你本身也是外國人嗎 我是一半菲律賓 一半台灣人 喔 真的嗎 方便脫下口罩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嗎 喔 所以你男朋友是泰國人 對啊 泰國人 了解 當初會選擇跟他交往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很大 蛤 就是 等一下 就是他 我們就整斷能量 就是身材很大 然後很好看這樣子 花大不食 請問現在是什麼系的 電器工程系的 只有起薪最少有多少 你才願意工作 大概四五萬 很多人說這種理工學校 很多宅男比較多 你會有這種想法嗎 應該宅男是比較多 明顯 那你本身是宅男嗎 應該也偏宅 那你會抖內嗎 不會不會 你就看免費的 對 就是免費宅去做 免費宅 假如說你今天有一筆錢 你想要抖內他 你會要求他做什麼事情 路上後空翻啊什麼 你們畢業之後 最想做的工作是什麼 想當英文老師 喔 你這種一定爆滿的 我可以先報名嗎 可以 教成了美語嗎 呃 對 我是說一些就是 Business English 對啊 當然要去職場英文的 在想什麼 學習英文我覺得多講吧 就不要怕講錯話 看到一個人用英式槍或 特別用英式槍或美式槍 在那邊講 我我嗎 哈哈哈哈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假掰一點的說法 This is my book 啊 好酸啊 你畢業期之後最少 薪水要有多少 你才願意工作 三萬多嗎 三萬多就可以嗎 我不是很清楚 目前現在 你是你們戲的戲花嗎 喔 應該不是啦 喔 應該不是嗎 還是有更漂亮的 是嗎 我們不相信你開給我看 帥哥請問一下你是什麼戲的 我是化學工程系 希望自己起薪最少要有多少 至少要五萬 你爸媽從小怎麼培養你的 我爸媽其實就 蠻放牛的 就自己想事情這樣 是 對 對 想什麼事 今天晚上要吃什麼之類的 哈哈哈 人家說這種讀理科的 通常女生都比較少 你們班女生比較少嗎 我們班大概有三分之一是女生 喔 真的嗎 對對對 漂亮嗎 女朋友在那邊 哇 哈哈哈哈哈哈 那所以漂漂亮嗎 嗯 女朋友比較漂亮 沒有在看其他女生 純情少年Gay 所以各位 不要有這種謎子說 欸 工科的人 好像都是工科腦 對 沒有一些文化來講 No 喜歡我們採訪哪些學校 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見